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好 感谢主 今天早晨我们有机会来亲近主 在思想主的话语前 我们先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你是我们唯一可信靠的主 我们永远要将我们的盼望都放在主你的身上 因为有在你里面 我们可以得到平安 得到力量 得到释放 得到一致 我们为此感谢你 我们渴望在我们生命中 都能以你居所位 你是我们生命中最主要的 因此今天早晨 在我们还没实行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活动以前 我们首先要寻求你的面 安静在你的施恩宝座前 亲近你 读你的话语 思想你的真理 了解你的心意 请你对我们每个人说话 我们如此祷告 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今天我们读经的主题是 跟随圣灵的带领 阅读经文取之一 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四节到十三章十二节 如果我们看十三章第一节这里说 在安迪亚的教会中 有几位先知和教师 其中有巴拿巴和扫罗 巴拿巴是谁呢 他是耶路撒冷教会 差遣到叙利亚的安迪亚教会那儿服侍的一位使者 巴拿巴请保罗帮忙他教导教会 使安迪亚教会的信徒做基督的门徒 当安迪亚教会想帮助遭受饥荒的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 虽然他们两个的任务是教导教会 但是他们都愿意被拆遣到耶路撒冷去 带一些救济品援助耶路撒冷的教会 对他们来说 社会关怀工作服侍 是也是非常重要的 当他们从耶路撒冷回到安迪亚的时候 他们也带了一位称呼马可的约翰 马可的约翰是谁呢 他是耶路撒冷教会一个和和有没家庭的人 他的母亲叫玛利亚 他的家经常用来举行教会的祷告会 使徒彼得入狱 然后被主的天使释放以后 立即逃到马可约翰的家里去 从经文中十三章第二节到第三节那里 我们可以看到 安迪亚教会的信徒遵行圣灵的带领 当圣灵要求教会 拆遣巴拿巴和扫罗 执行任务的时候 教会就见识祷告 寻求上帝的确认和坚定 结果 安迪亚教会遵行了圣灵的带领 拆遣巴拿巴和扫罗 执行圣灵所安排的第一个宣教工作 马可的约翰也随同他们一起去 做他们释放的帮手 他们到居比鲁那儿传福音的时候 他们向一位方伯传福音 方伯是什么 对我们现代的人来说 方伯就是神长 这位方伯的名字叫 施求保罗 当他们向方伯传福音的时候 有一位名字叫巴耶书 或以利玛的巫师 假冲先知的犹太人 他是施求保罗的朋友 他不愿意让巴拿巴和扫罗 向方伯传福音 所以他想尽各种方法 抵挡他们 叫方伯不要信真道 扫罗看见这件事之后 被森林充满 定睛看着他说 你这位充满各样诡诈 奸恶 魔鬼的儿子 众善的仇敌 你混乱主的真道 还不止住吗 现在主的手 夹在你的身上 你要瞎眼 暂且不见热光 就在那一瞬间 于利玛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 他瞎眼了 后来只好求人拉着他的手 扶他走 方伯亲眼目睹了 这些奇事以后 就相信了主耶稣 那时候起 扫罗开始被称为保罗 也从那时候起 保罗接任了领导的职务 那从今天的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 每个信徒都有各自的恩赐 巴拿巴他有安慰的恩赐 而保罗有领导的恩赐 这是上帝赐给他们优势的一面 他们以这些属灵的恩赐 被主大大的使用 扩展主的国度 上帝在你我每个人的身上 吃下不同的恩赐 来 我们认清上帝在我们身上 所赐下的恩赐 在教会里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服侍 在服侍中 每个人都愿意 凡事听从和跟随圣灵的带领 不是随从个人的意思 大家携手并肩 为主工作 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 摆上自己 为主发光 弟兄姐妹们 请问 今天你是否已经服侍主了 你是否已经照着 上帝所赐下给你的恩赐 摆上自己 为主所用 听了神的话以后 来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我们要满心感谢你 今天早晨 你已经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 将你的真理告诉了我们 你在我们 你的儿女们身上 已经赐下了不同的恩赐 你要我们好好地使用 你所赐的恩赐来服侍你 使用在你的圣工上 传扬主的福音 为主做见证 主啊 我们愿意摆上自己 被主所用 教导我们有一颗 谦卑的心 随听圣灵的声音 服从圣灵的带领 好让我们所做所为 不是靠着自己的聪明 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 乃是照着上帝的旨意 执行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任务 做上帝所喜业的事 我们的生命成为光 成为眼 使别人可以从我们的身上 看见主 认识主 主啊 我们也要将 我们今天的生活 交托于你 我们的出入 都有主的同在 感谢主 我们如此 祷告 祈求 只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